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报价是13476点 但是昨天中国科创版新开版第一天大幅上涨 很多个股是上涨超过平均140% 基本上回报1.4倍一天的时间 那么美国方面是继续股市高位盘整 目前道琼斯指数27171点 黄金价格依旧是在1400美金附近排环 目前1424美金 澳币对美元是攀升至0.7035附近 比特币下跌2.28% 目前报价是10317点 那么昨天我们是看到了中国的科创版气势如虹 涨幅非常厉害 那么昨天也是科创版的第一个交易日 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过 就是科创版在新开盘前几个星期 可能表现都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的话 中央呢或者是国家通过这么大的一个宣传 或者说是一个措施 付出了大量的人工 人力 时间和资金的成本 来做一个新的上市制度 注册制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是科创版第一天开盘 股票大幅下跌 那么最受到严重的这个负面影响的 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官员 尤其是主要负责科创版工作的官员 那么我相信大家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说对于政绩来讲的话 第一天呢 基本上要求是必须要开门红 但是呢 昨天上涨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小部分的股票上涨是直接翻了四倍 那么大部分股票平均是涨幅1.4倍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中 我们看到的是官员呢 是非常开心 因为自己的 证明自己的事情做得对 所以说呢 会受到一些领导的表扬 那么之后呢 大家在金融市场里面 走得就可以更远 更稳一些 那么在企业方面 上市公司自己呢 也非常开心 因为是第一个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那么机构来讲的话 这一次呢 基本上没有散户参与 谁可以炒这个 或者是交易客战 版的这个股票呢 是资产 至少是炒股的资金 要在50万人民币以上 另外呢 就是在股市呢 要有两年以上的 买卖股票的经验 所以说呢 基本上把小散户拒之门外 所以说这一次呢 基本上都是机构的生业 那么在之后呢 如果是持续一两个星期之后 如果国家说 比方说 科创版的主要功能 不是为了炒作 而是为了资产配置 或者说是为了帮助 科技类的企业 实施啊 一定的先行流的 啊 融资 或者是融资能力 提高融资能力 或者是变现能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口号 下达之后呢 有可能啊 我们预示着科创版 未来呢 就要谨慎一些 那么目前呢 我们相信啊 在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之后 主板的下跌呢 也是比较合理和正常的 因为资金呢 在主板上证和深证啊 比方说上证50里面 得到的投资回报率 在今年上半年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半年 如果再要继续拉盘的话 成本相对较高 但是呢 如果资金想要获得超额回报 那么科创版是一个首选 所以说呢 在短期内科创版的影响 啊 还是会 达到大家的一个 不错的一个预期的 第二点呢 我们就说 看一下最近的黄金的 澳洲股市 依旧是表现 非常的出色 在所有昨天 继续上涨中的股项 黄金呢 依旧是以平均 百分之三点几的涨幅 位居前列 那么黄金板块呢 在我们从 呃 三月份 四月份 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呢 就频频提到 2019年 因为是康波周期的原因 60年的一个大经济周期 所以说呢 今年呢 不管是经济下滑 或者不景气 还是央行 降水 还是放水 还是说中东的政治部闻 那么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黄金价格的上涨 所以说呢 机构始终是保持 两台后腿走路 资产价格和避险资产价格 两边的价格 都是在上涨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 大家一定要废置好 自己的手中的资产 不要全部都是all in 在一个产品上面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7月31号 受到美联储降息 或者是不降息 甚至是进入8月以来 澳联储呢 对降息未来的一个表态 都会影响我们之后的 一个投资组合 和投资错裂 所以说呢 大家在近一两个月 要适当的多关注一下 金融市场的走势 因此呢我们在7月28号 在西区呢 也是继续举办 我们每月 或者是每两月 一次西区的这个活动 大概的地址呢 和时间呢 是十一点半 地址呢是 先进云破天库的 凤凰酒店 大家也是老地方了 欢迎大家中午前去 7月28号周日 我们在西区的讲座 欢迎大家参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 好的